其實像三道猴子 為什麼它這麼紅 因為它真的點中很多車界的心聲 其實我講一個白一點的 為什麼大家會願意 付那麼高的利息去買車 因為你要在這個圈子裡面當網 太簡單了 250萬Ducati 封頂了 沒有了 你再高沒有了 可是你平常如果是四輪 出門這個車沒有 你怎麼那麼拱憲哥 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圈子 太容易登頂 你避震器可能 5萬 6萬就是最棒的 那我就貸款買一下就好 所以風氣變這樣子 剛剛節目開始前 憲哥講一個重點 今天開始聊合法的 合法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有很多東西 在20幾年前還沒開放以前 是不合法的 因為那時大型中機根本沒進來 但是其實你早上去山上看 還是有中機在跑 因為那時候大家其實都用 零件車的方式在引進 它可能是國外的二手車 或國外買新車回來 就用廢五斤 或是特殊零件運動器材進來 反正不能領牌 早一點出門或晚一點出門 就是騎就好 那時候大家算團結 可是車圈拐勢就很多 怎麼說 因為你常常買到 就髒車 反正沒牌你查不到 我把烤漆噴一噴換一換就好了 然後加上有的時候你在 因為如果比較有良心 那個時候的車商 基本上就是買國外的二手車 它在國外報廢了 所以價錢低來台灣再賣 可是有比較不肖黑心商人 他直接國外買張車 甚至你要訂什麼車 好 我就下單 他跟你講下單 其實是給倒車集團 對 那個時候就很亂 所以我們會盡量要求有完稅證明 或者是比較大的店家 可是後來發生過一件很 很離奇的事情 因為車進來我們要照年份賣 1000CC的車 可能08年的跟13年的 因為款式不同 價錢不同 結果那時候我拉一台 我記得是600還1000CC的車 他找不到那台車在哪裡 品牌知道 外型大概知道是什麼 怎麼查型號 找不到 全台北車界沒有人認得出來 這台車是什麼車 後來找到我們雜誌社大前輩去看 他一看 不對喔 你這個車的型號 不是在路上跑的車喔 他說不是改裝車嗎 他說不是喔 結果一查那個是所謂的 工廠賽車 是從合作品牌 車場直接打造就是拿來賽車的 那台車從來就沒有在外面賣的 大家傻眼 那車怎麼會淪落到這裡 結果一查 那個請借車騎團去投車 那個時候就 那個投車的外國人 就在賽車場附近逛嘛 貨車鑰匙插在上面 整台車開走 開到碼頭要卸貨啦 趕快要拆掉 後面有摩托車耶 不然一起賣好了 賣到台灣來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就知道 這個事情嚴重 因為這個車你 你賽車你其實沒辦法在路上騎 你也賣不掉 然後而且那個是非常大品牌的車 後來聯絡 所以後來就 付一筆錢把這車輸回去 對 那個時候很多這種怪事 當然現在可以領牌比較不會 可是我還是要勸大家 因為像我們在練習賽道 我們的車也早就報廢掉了 因為我就不用繳牌照稅啦 不用驗車 我這個就是用貨車在載 我只在賽這場練習 我只在賽道 對 可是會有一個小問題是 有一些人比較黑線 他也是有偷車 因為現在其實失竊率下降很多 你偷了你不知道賣去哪裡 對 但是如果你玩賽道 或者是你買零件 這個地方還是存在的 一個隱憂 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小心 偷去把它零件卸下來 對 因為它只要便宜 所以有的人就會 貪小便宜 反正我也不要問 偷也不是我偷 我買而已 但是如果這個真的抓到 你也是要付法律的責任 賬務罪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像 其實像三道猴子 為什麼它這麼紅 因為它真的點中很多車界的心聲 對 其實我講一個白一點的 為什麼大家會願意 付那麼高的利息去買車 因為你要在這個圈子裡面當網 太簡單了 250萬Ducati 風頂了 沒有了 你再高沒有了 可是你平常如果是四輪 出門這個車沒有 你怎麼那麼懂憲哥 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圈子 太容易登頂 你避震器可能 5萬 6萬就是最棒的 那我就貸款買一下就好 所以風氣變這樣子 好啊